原标题 为他出谋划策 在那个军阀科剧的年代 蒋介石能横扫各路诸侯 他身边的谋士就出力良多 在这些人当中 有一人虽然在外名声不显 却在某些人眼中 被称为民国第一谋士 他叫何承训 是胡斐隋州人 他的家族以经商为主 因此家里比较富庶 这让他有条件去日本留学 在日本时 他追随同盟会领导人黄兴 成为习左膀右臂 黄兴去世后 他又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 当时正是二次革命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手中无兵 没有实际的权力 而何承训开始展露头角 在各路军阀之间进行游说 让孙先生利用他们的势力 发动革命 国民党成立后 作为元老的何承训 担任了第一任总统府 残军长 这个职务是为辅佐总统 而设置的要职 不过 何承训带兵打仗能力不行 作为说客 他却是游刃有余 蒋介石曾经让他带兵打仗 不过惨败而归 最终蒋介石只能让他 回来担任参谋的职务 1928年 国民党北伐 部队开落了山东济南 此时 在山东的日本人 不喜欢中国有一个统一地政府 因此 制造了让蒋介石 视为一生最大耻辱的济南惨案 派去谈判的国民党官员 被日本人百般刁难 谈判一时没有进展 蒋介石继续派巡社会去谈 可日本人避而不见 最终 老蒋想起了何承训 这位天生说客的出马 不但在和日本人谈判中 没有丢掉细节 也没让日本人恼羞成了 最终谈判结果让老蒋很满意 得到了他的奖赏 在他为蒋介石服务期间 国民党发生了成为 中原大战的权力争夺者 何承训还用许多姻缘 去收满逢玉祥的部下 在得到这些人的投靠后 蒋介石的势力大大增强 接着 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发生了 那就是 他只带了几个随从亲赴东北 劝说张学良支持蒋介石 他到了东北 起初一点也没谈正事 而是和张学良一起天天在沈阳城里闲逛看戏 要不就打麻将和花酒 这让东北军的少帅把他引为自己 在某天两人玩得正高兴 何承训把支持蒋介石的事对他一说 就这样张学良便默许了这件事情 有了东北军的支持 最终 这场国民党夺权大战 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按理说 何承训作为蒋介石的智囊 这么牛的一个人物 为何他的名气还没有杨永泰 张群这些新人大能 要知道他当上参军长的时候 这些人才刚出道不久 但在党国后来的历史中 何承训的身影逐渐消失 这些后几支秀们崛起 把他的影响力消减到了最低 其实 原因说起来也简单 那就是在张学良和杨虎城 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 由于何承训错误的判断了当时的刑 是 他以为蒋介石大势已去 便公开支持国民党的另一位大佬 何应亲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 后边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蒋介石发表声明连共抗日 事件得以完美解决 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头头 何承训之前做的那错误的决定 就这样葬送了他的前程 等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 何承训便被他血藏了起来 张群等人逐渐替代了他的位置 49年时 国民党节节败退 全国解放开始了倒计时 此时的何承训 由于不受重用 只能灰溜溜的去了香港 51年的时候 他辗转到了台湾 当时困守在台湾的国民政府 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 让他在岛上养老 1961年5月 十年79岁的何承训在台湾病逝 这位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 活跃的天台说客 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